今天我们来聊聊我国一家深藏不漏的军用飞机制造公司 这家公司非常低调 很多新军迷可能都没听过 即使是很多老军迷可能都要想很久才会想起来 但是它的产品不仅在国内 在古迹上也是想当当的 而且这家公司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把一件产品真正做到了极致 甚至比西飞的轰六还要极致 这家公司就是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有限公司 简称陕飞 当然了 这里提到西飞 显然并不是为了简单对比 而是两家还有着很深的渊源 除了两家都是位于陕西省之外 陕飞的成立也有着西飞部分功劳 在上世纪60年代 根据国家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 一万多名来自沈飞 南飞 成飞和西飞的建设者建立了沈飞 随后 云八也由西飞转为陕飞继续研制 枝繁叶茂的云八家族 26个字母不够用 从刚一建立 陕飞的主力军用产品就只有一款 那就是云八中型运输机 这款由陕飞研制的司法沃伦罗奖 中程多用途运输机 具有空投 空降 空运 救生及海上作业等多种用途 1974年12月25日01号机首次试飞成功 02 03号飞机分别在1975年12月和1977年1月试飞成功 1980年1月正式定型后转入小批量生产 而且陕飞凭借云八在对外出口 这块同样做的有声有色 据统计 云八先后出口到苏丹 伊朗 巴基斯坦 坦桑尼亚 委内瑞拉 缅甸 斯里兰卡和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 也许出口的数量不是最多 也不是最赚钱的 却创造了出口国家最多的记录 尤其是出口到前苏联加龙国的哈萨克斯坦 这可是运八纺制原型安十二的老家 真的是被有面子 在上一篇关于西非的文章里 逼者给西非的评价是具有工匠精神 因为其将轰溜做到了极致 甚至由网友调侃26个英文字母都不够用了 但是和闪飞比 西非就是小兄弟 西非你轰6型号多 26个字母不够用 拜托 这都是闪飞完剩下的 运八军用的专业机型号便有26个 光这就把26个字母用完了 算上4个民用型号 运八飞机拥有的各类子型号总数超过了30个 以至于闪飞不得不为其启用运9这个新名称 闪飞的运八系列是国产飞机中发展专业机型最多 改进改型潜力最大的机种 如果说西非具有工匠精神 那么闪飞简直就是工匠之神 关键这还不是闪飞最厉害的 闪飞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的业务范围广泛 除了运输机 还涉足了电子战飞机 反潜巡逻机和预警机 并且在这三个领域都是扛靶子的存在 众所周知 现代空战体系除了先进的战斗机之外 诸如如预警机 电子战飞机等配套机型也是必不可少 但是缺乏和视平台成为一直困扰着我国空军的难题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在大型民用飞机的研制上的空白 中国空军不得不使用二手老旧客机 作为大型电子战飞机载机 比如仍然采用客机涂装的图154MD电子侦察飞机便是 使用从部队或者民航退役的二手图154客机改装而来 这款客机出了名的爱出问题 后勤保养非常困难 更关键是数量有限 而国内民航服役的波音和空客的客机也无法拿来改装 在运20以及完全国产化的C919大飞机量产前 闪飞的运8就成为最好的选择 由此拉开了闪飞包揽我国几乎所有大型电子战飞机的序幕 尤其是在各型专用电子设备小型化取得突破以后 以运8为平台的各型特种飞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这众多的型号里 比较有名的就是高新系列 多达九款运8平台发展的高新机撑起了我国整个特种飞机 值得注意的是 高新一到高新四采用的是老式的运8平台 而从高新五号开售采用的便是大幅改进的运8平台 这其中高新一号和高新二号是闪飞 分别为空军和海军研制的电子支援侦察飞机 在功能上大体相同 主要加装了电子支援侦察系统和新型雷达 可以执行战场探测和为战斗机提供目标指示和引导的任务 高新三号是为空军研制的战场指挥飞机 装备有机在战场指挥控制系统 主要用于几方战场信息高速交换 对战场几方各节点进行统一的指挥和协调 起到一个战时的大型数据交换中心的作用 高新四号是为空军研制的电子情报侦察飞机 该机主要用于各种电子信息的收集 外观上的特点就是机身两侧的大型天线阵列 因此被部分网友戏称为三线岩 可以用来获取极为微弱的电子信号 具备较强的电子情报侦察能力 此外 高新系列还推出了更显为人知的高新7号 心理战飞机和高新8号电子情报侦察飞机 前者用于心理作战 通过进入敌方电视 广播和网络强制进行播放我方节目 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 后者则可以看作是高新4号的升级版 整体水准与美国的2C-135侦察机相当 具备登峰造极的预警机研发能力 闪飞承包了我军所有的预警机 与西飞承包了我国的轰炸机类似 闪飞同样承包了我国海空军几乎所有的预警机 其中陆机平台的为空警200和空警500 基于改良后的云霸平台 其中空警200就是高新5号 空警200是我国第一款实现了载机平台 机载雷达系统100%国产化的预警机 这对于维持我国空军作战能力的完整性和自主性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它的出现解决了我国当时缺乏预警机大型载机平台的问题 而且除了扫描范围上有缺陷外 主要性能上并不比当时我国装备的1276底盘的空警2000大型预警机杀 更主要的是短时间内批量服役的空警 200极大的增强了我海空军的制空战力 从此之后 美军战机尤其是电子战机 隐身战机想要悄无声息接近我领空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而后针对平衡目的问题 闪飞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研制了空警500 这款预警机采用了小载机 大预警的概念 虽然只采用了中型平台 天线尺寸也受到限制 但是其性能却可以与大型预警机媲美 尤其是其首次使用的数字化有缘相控制雷达 与传统有缘相控阵雷达相比 雷达波攻率损耗小 空间自由度高 波数成型灵活 探测能力更强 更重要的是 空警500的这套数字化有缘相控阵雷达系统的顺时动态范围大 可无损保留海面或者地面强杂波背景下的小目标信息 对低空慢速无人机 隐身续航导弹和隐身战机具备极佳的探测能力 因此空警500迅速成为中国空军在新世纪的主力预警机 而闪飞通过研制空警500 为研制尺寸更小 要求更高的空警600奠定了基础 另外就是这段时间热度很高的我国手 款件在固定仪预警机空警600 同样是闪飞和CETC的杰作 基于深度改良的运期平台 采用了马力更为强劲的发动机 正常情况下坦舍起飞 必要时也可以从辽宁间或者山东间上滑跃起飞 具备空中加油的能力 续航能力没有任何问题 航电采用的与空警500同样水准的数字化有缘相控阵雷达 根据网上资料 其最大探测距离为500公里左右 能同时跟踪240个以上的目标并 引导60架以上的舰载机进行拦截作战 空警600的整体水平不逊色于美国的E2D 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 闪飞还承包了我国的暗机反潜巡逻机 这就是广为人知的高新6号 高新6号的正式服役型号是空前200 它解决了我国海军长期存在的缺乏暗机反潜的问题 空前200装备的由对海搜索雷达 光电吊舱 电子侦察系统 声纳浮标和此异常探测仪组成的综合反潜探测装置 武器舱内可以挂载反潜雨雷 反舰导弹 深弹等武器 最大载弹量超过5吨 具备较强较强的对海对潜探测和攻击能力 尤其是对周边国家装备的AIP静音型潜艇具备良好的探测能力 整体性能超过了著名的美制P3C反潜巡逻机 另外 空前200巡航速度为660千米小时 最大航程5000公里 续航时间超过8个小时 可以有效覆盖从东海到南海的广大海域 极大的提高了中国海军航空兵的海商巡逻与反潜作战的能力 对于运输季起家的闪飞而言 运9的诞生反而成为一个意外 有趣的是 运9虽然由运8改进而来 但是运9却是一款意外的产物 也就是说 运8的改进最初并不是为了发展出一款新的中型运输机 而是为了特种飞机提供一种合适的平台而进行的 简单来说 就是空军看到运8高线机的载机性能非常不错 比空军一直用的运8好太多 于是中国空军要求闪飞在该机的基础上研制新一代战术运输机 这就是运9的来历 相比运8 运9飞机空降重装能力得到增强 最大单舰空投重量由7.3吨增加到8.2吨 提高了空投国产空降兵战车的能力 在空运散货的时候 最大载荷为20吨 最大空投重量为14吨 人员运输方面则可以装载106名全副武装的空降兵或72名伤员级单架 外加3名医护人员 此外 针对车辆和大尺寸货物运输的需求 运9还增加了火舱宽度 火舱地板安装可滑轨 可以根据需要安装货运系统 空降兵座椅和救护单架等 有利于迅速完成任务转换 提高飞机使用的灵活性 在操作方面 运9采用了玻璃化座舱 有效减轻了驾驶员的工作强度 此外 运9还安装了光电吊舱和地形跟踪回避雷达 具备了全天候飞行能力 总的来说 运9达到C130J的水平 已经成为我国空军主主力的中型运输机 如今的闪飞 通过对运8的极致钻研扎实的技术底运 举一反三 并且抓住了运20伏以前的空窗期 在特种机领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也希望闪飞的运30能够提前到来 为15式轻型坦克插上腾飞的翅膀